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请了几个专家做了会诊 结论是一致的 这块类似中流的医物属于脑膜占胃性病别 虽然你说过是到我们这里来复查的 不过我们还需进一步的复查 或者你也可以去别的医院再做一次确诊 等一等 对不起 小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您心情不好 别这样 别轻易放弃 真的 别慢带了自己 我 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小姐 小姐 大夫 您甭给我绕弯子了 您就告诉我 我到底能活多久 你坐下 别激动 时间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像这种病 有些病人在手术和方化疗后 维持了好几年也是有的 我说最短的时间 你现在首先自己不能被爱 不能绝望 这样医院才能尽可能地维持你的生命 我是问您 我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多久 你现在应该马上住院 接受全方面的治疗 胶直流不等于死亡 虽然目前医学界对其发病的激励伤不清楚 但许多本来只能活两三个月的病人 在医院进行的手术与治疗下都出现了奇迹 我明白了 我相信奇迹 可是我不相信奇迹会眷顾每一个人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 它和治疗同样重要 谢谢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行啊 明天咱们还是老地方 这才知道 清宅 你小点儿胜 妈妈今天不舒服 咱们别吵了他 好吗 到午休的时间了 我再玩一会儿 不行 时间到了 妈妈会生气的 妈妈 先生 你回来了 清宅 看看 给你的 这塞迪奥特纳 这塞迪奥特纳 我就切这两头 现在全齐了 儿子 但是每天只能看两集 看多了以后爸爸可不给你买了 先生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我剁了点天然雪花糕 您来一晚吗 好 清宅 去睡觉了 走 新智 我今天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你全身上下了 还有什么地方没做过检查啊 上次 你说感觉不错 就怀疑自己得了肝炎 看见人家腰椎肩盘痛苦的样子 你就觉得自己腰部得了肿瘤 不是头痛就是感冒 动不动就往医院吧 总是怀疑自己得了绝症 你是不是觉得 人活着不如死的都好吗 你是不是一直盼着我死啊 然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花心 是吗 师傅 我建议你啊 下次到医院一定去看看神经病 神经病就是你这样 没错了 我所有的病都是你逼出来的 刚刚分开 别让我过去 闭嘴 电话追的那么近 看了对我感觉不错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urine